因为川普之前是不是说 要台湾承担更多的军事支出 那台湾是要当棋子还是笔尖呢 我想说林涛这个又来了 学韩国瑜塞子还是棋子 现在说棋子还是笔尖 棋子跟笔尖这什么意思 有点听不太懂 所以来问一下亮君 这个你的好朋友林涛啦 林涛为什么是我的好朋友 你们不是很熟吗 你们不是关系很好吗 好你的好朋友林涛 这个朱立伦才说要亲美有日和路 怎么林涛马上出来质疑了 哇意识言下之意说 美国要把台湾当棋子还是笔尖 这棋子跟笔尖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棋子跟笔尖是什么意思 反正他很多歧视异想我都不太懂 但总之国民党一直对于美国的 到底跟美国的关系要怎么样 其实从这几年下来 我是乌煞煞啦 完全都看不懂 因为你说在过去 大家会讲说在国民党内 大家也都很希望说 可以争取美国的支持 想要亲美 可是问题是这几年来 又一直国民党不断地抛出疑美论 就会说现在的这个民党过去八年 都一直仰赖美国 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身上 然后在军售跟这些军事案件上面 都希望能够仰赖美国 那这样子会不会有一天 万一美国把我们抛弃了 那台湾成为弃子了 那我们不就GG了吗 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了 美国会抛弃台湾吗 你不要再突然打断我啦 好 那所以我认为国民党一直在这个 到底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要保持友好 还是保持距离 这个距离到底要怎么抓才准 我觉得美国 那个国民党从以前 从这八年到现在 我认为整个都抓不准 有这么难选吗 对啊 跟美国不是就建立好关系吗 对所以我看不懂国民党 现在到底定调是什么啦 那而且他在讲说 如果要亲美友日 他们讲说是合路的话 那可是问题是 大家不要忘了 过去这个美中贸易战 演得最凶最烈的时候 就是过去川普正在当总统的时候嘛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又要亲美 又要友日 又要合路 这个彼此之间会互相矛盾嘛 所以这个国民党要怎么样 把这个瑜伽姿势做得很好 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 那回到这个美选喔 就是说最后诞生了这个川普 他重新回到白宫 刚刚吴珍讲到说 这个贺锦丽还没有发表这个演讲 已经发表了 今天就在今天早上 台湾时间凌晨5点的时候 他有发表这个演讲 那他里面当然还是提到说 这个还是永不放弃啊 然后这个我有在天色足够黑暗时 才能看见繁星 但总而言之呢 这言下之意就是贺锦丽 对于说这个败选的部分 我觉得看起来还是 就是一样是吧 我觉得当然是祝福川普啦 那当然是站在川普的这个反对面 可是问题是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参中医院的部分 确实在川普这边可以说是 获得了全面的执政 那接下来美国 不管是在内政上面 或者是在接下来 跟各国的贸易之间 会呈现什么样的态势 以及在贺锦丽的这个另外一派的这些 这个其他的政治势力之下 要怎么样在美国的国内政局之间 去达到一个平衡 这其实是很值得观察的 那又有人在讲说 啊 现在川普当选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到底是要当棋子还是当什么 那台湾是不是要被迫 这个要缴保护费啊 然后呢要要求我们要提高这个 这个军事运算达到GDP的10%等等的 我觉得这都是这个过多的揣测啦 我相信就是美国一直以来对台湾 基于几个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台湾关系法 第二个六大保证 那再加上近年来的这些很多 美国对台湾的法案 所以我觉得在对台湾的态度上面 不管是在军事上或在政治上 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转变 那至于说回到我们自己的国防 国防我还是要说 当然我们在很多军售上面 我们仰赖美国 我们跟美国买武器 可是同时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强化 我们自己的国防能力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国民党不要一直讲说 那这个民进党 如果这个不要一直仰赖美国 好 如果我们不仰赖美国 我们就要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嘛 那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 那国民党又讲说 这个现在投给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这其实又就是民进党怎么做都不对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看不懂国民党要什么 就是逢民进党必反 那这样子的政治口水 我觉得大可不必 是怎么样来提升台湾作为 在印太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角色 我们怎么样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 然后在印太地区扮演一个 稳定区域和平的关键的地位 这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你说梁君刚刚讲到重点 因为国民党都说 亲美有日和路嘛 那这句话坦白说是一句空话 就像要是我现在说 我们有三个来宾 吴正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说我亲书陪有量军和朗东 到底喜欢哪一个 也不知道嘛 对不对 这个是有点空话的感觉 是量军啦 是量军啦 是这样吗 但是国民党马上要派他们副主席夏立言 还有这个国际部的主任黄介正 要去华府 那问题是如果未来川普回到华府以后 又在对中国推进很强力的 包含贸易制裁政策 包含战略的竞争 那国民党会在这中间怎么表态呢 还是说像梁君讲的做瑜伽 哇 腿伸很开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来请教 我们这个苏培议员 来先请教一下苏培议员 这个先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现在台积电还可以买吗 因为之前呢 包含川普 我们知道他在上媒体专访的时候 有讲说 这个美国的晶片工作 现在都被台湾抢走了 那说实在我们还是要讲 不是我们抢走 是我们就做得比较好嘛 台电技术更好 然后我们成本可以压得更低啊 对不对 那这个形势比人强怪不了人 但是 所以现在大家很关注了 说川普既然现在完全执政 他未来他的关税政策 他的经济外交 会不会也动到台湾头上呢 所以我们看 包含美股昨天 在川普胜选之后 其实美股展现的时候 庆祝行情了 这个主要的指数 那斯达克这些全部上涨 那重点 这一支一支独秀就是 Elon Musk的特斯拉 因为Elon Musk这次是超级挺船 力挺川普 所以他这个川普胜选以后 哇特斯拉股都大涨15% 哇涨翻了 所以那接下来台湾 我们到底是会 沿接着这个美股 对川普胜选的庆祝行情 还是大家信心会产生怀疑呢 我刚看了一下今天台积电还是 但是我们也接力继续上涨了 所以看起来市场是有信心的 好所以来请教肃委员 这个包含我们的部长郭智辉经济部长 跟刘定青其实都说 未来关系不大了 就算美国克额关税 对台商还是利大于弊 那部长也说 这个因为我们在晶片供应链上 跟美国的合作非常紧密 所以收保护费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不太会发生了 如果有的话对我们影响也不大 是这样吗 今天台股开盘之后 小跌一点点之后就一直往上 现在目前涨了200多点 台积电的部分 刚刚最大涨幅的时候 来到了十几块钱 就来到了1085块 那又是涨了 昨天好像还在1050块 现在是1070 所以我觉得有没有信心 市场是最现实的嘛 如果没信心 所有人就跑了 所有人就抛了嘛 所以今天不管是台股 或者是台积电 基本上这个买器还是非常的旺 那昨天晚上呢 我也有特别的想要去看一下特斯拉 我告诉你 特斯拉 涨翻了 最高涨到20几 还有比特币 虚拟货币现在全部涨上去了 虚拟货币我觉得是柯文哲关心的 因为我个人就消费不起 没有在关心比特币 10万台币 可是特斯拉昨天最高涨幅 来到23% 他就是一开盘就直接飙上去了 所以代表就是说 川普再重新回到华府 对经济来讲 大家都认为是一个挑战 但过去在拜登所执政 四年的美国里面 确实美国国内的经济 一直没有符合美国人民的期待 所以川普再一次的这个赢得胜选 准备回到华府这件事情 市场面基本上是乐观的 台积电当然因为川普有呛我们 呛我们说我们的台积电 把所有的这个晶片的生意 全部都抢光光 就是我们够细心嘛 我们够仔细嘛 这种东西就是市场行情 人家做得比我们好 这个大的厂商就去找其他人消费嘛 那现在台积电就是做的 品质 价钱都值得挑战 所以大家都要来跟我们买 那我觉得就像台积电过去 每每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都认为台积电在这方面的技术 其实优先于世界其他的厂商 非常非常地多 那另外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川普呛人这件事 也不是只有呛台湾 呛最多的是谁 那就是中国 对不对 中国有很紧张吗 我们有需要比中国更紧张吗 而中国这个有出来讲话 中国外交部说 中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是不是要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不回答假设性问题 是 你看外交部的发言人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 有像林涛这样子吗 你们是棋子还是比肩 你们国安团队不回答假设问题 你们不怕美国川普把你们中国 拿来祭祈吗 我告诉你如果林涛在中国 你想不想他 你想不想他发表这样子的言论 明天就不见了 你说连中国都觉得林涛太低了 不是嘛 人家在选举 我觉得中国国民党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昨天我跟这个叶元智委员同台 你知道他居然讲什么 他说那时候川普在呛我们台积电的时候 居然国民党的立委在立法院 询问相关团队 相关团队居然没有积极的表态说 为什么川普这样讲 我们一定会硬起来 我们一定会跟他抗议 我说哪一个国家会用这么积极的方式 去介入他国的选举 你这样是介选 介入他国内政 是嘛 谁会那么蠢 对啊 就那么蠢的人就不会执政啊 所以就是中国国民党啊 难怪他们没有执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国内的竞争 但你去介入别的国家的内政 跟选举的过程 这绝对是不理智的 那受到美国川普威胁最大的一个国家 就是中国 连中国都这么保守 台湾凭什么这么激动 那这么激动只会让我们的国防 跟外交都受到影响 另外讲到就是说 国防这个川普曾经讲过说 我台湾应该要买更多武器这件事情 我认为这跟台湾现在 目前的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本来就想买更多武器 是 因为我们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 让中国不要掉以轻心 来侵犯台湾 就怕美国不卖嘛 是 所以如果我们卖的这个晶片越多 我们就越有能力 去买武器 为什么不 因为我们的税收就越多嘛 那所以我觉得 川普再重新回到华府这一件事情 当然我觉得台湾要谨慎去面对 因为美国就是一个 对世界各个国家影响都很大的一个强国 那我们要小心去面对 但我觉得也不用换得换失啊 大家还记得四年前吗 那时候川普选输了 我们很多台湾本土派的支持者 都觉得天要插下来 完蛋了 拜登会把台湾卖了 对不对 都觉得说完蛋了 拜登的美国本 拜登的儿子在中国做生意 接下来拜登当总统 台湾完蛋了 有没有 然后那时候中国国民党还笑我们什么 你看 民进党全部都压在川普 结果川普输了 你们完蛋了 他们这一次川普赢又说 哈哈民进党压错吧 只要喝锦丽 我想就奇怪哪有这种事 所以我就说他们就是精神错乱 太认真听国民党的话 真的就是精神错乱 所以我是认为说 美国选举完了 那台湾必须要跟新的领导人 去建立关系 但这些关系我们有没有 当然有嘛 包含川普过去的国家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蓬佩奥 然后博明 余茂春 这些人跟台湾的关系都非常好 而且都是支台派 也是反中的鹰派 那这些人如果继续在 川普的团队里面 我认为对台湾 不会有太多利益 会损失的状况发生